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他先第一句话他先说了 I have been writing nonfiction for years actually and but secretly I wanted to be a novelist 那首先呢这里面的这一部分呢 第一句话他说是一个答案的要点 那么思考一下 他为什么他这个点是我们要写在你的nose taking 或者是说这个点要填在你的这个最终稿里面的呢 记得第一个 因为这句话首先他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大家看到没有 他是第一句话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SSC的首句 topic sentence或topic words 就是首句或者是句子中的这个关键词语 是我们一定要体现在你的笔记 甚至最终稿里面的内容 这个集要点 然后其次他这句话 第一句话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 表示转折的信号词 我们知道哈 表示转折的信号词有but however 这两个词出现的概率比较多 还有呢 although,despise no,whereas,never,lust等等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 陪生在听一题当中考的比较多的but however 所以呢这个题第一个点是在第一句话当中的这个topic sentence 和topic words 以及这个用but来去判定 这个点是一个要点 其次他说了 When I first started writing at the age of 30 好 那有同学说 可能我就直接写一个30 或者有同学说写13 对吧 那么这个数字这个部分 我们到底要不要记呢 一般来说像这种数字呀 年龄呀 时间呀 等等 我们是不要记在你的笔记当中的 那什么需要记呢 我们时间后面发生的事件是关键 时间是细节 所以发生什么事呢 It was with the intention of writing fiction OK 在30岁开始呢 才才开始有这个意图去写小说 所以这个是要点 时间后发生的事件 是需要大家记忆笔记的 以及答案当中的一个要点之一 然后他又说了but 这个词我们又看到了but 这个词 but I took a long detour for 10 to 12 years 这个要记吗 我们可以用many来去替代 甚至这个点我们可以不写它的时间 and wrote non-fiction which I have absolutely 这个词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 absolutely 这个词叫做什么呢 语气词 对吧 语气词表示肯定的语气词 后面是重点内容 absolutely 什么样呢 no regret 对吧 这是一个要点 然后还有一个语气词叫做 exactly 什么exactly呢 the right thing to do 这是第二个点 继续 now remember reading something 这个人写的 对吧 这个人我们要记吗 人们要写吗 我们根据具体文章 具体的这个情况来具体分析 那这篇文章当中 我们主要说的是female novelist 而不是他的这个人 对吧 那么这个人这个部分 我们是一个for example 也就是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例子 例子我们可以不用写在最终稿里面 那这个人怎么样呢 他对于他来说呢 有影响 这是一个要点 OK 这是一个要点 而且这个文章当中 这句话里面呢 他出现了一个表示时间词 后面发生的事件 我们要重点记忆了 所以我们在这几句话当中 反映出来一个部分 就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来说 拿到一篇assacity 我们的一个技巧方法 就是能够找出来 他的信号词 还有他的语气词 之后他说了 finally in the early 1990s OK 又是一个时间 对吧 时间我们要不要记了 时间后面事件要记 还有他有finally 像这种表示 首先其次 然后最后这类的 表示逻辑 层次性的词 后面要重点内容 took my deep breath 那这个点其实是一个细节 对吧 深呼吸 怎么样呢 study writing fiction 所以这个点 又是另外一个要点 来 继续 所以他说了 他说了 and of one the very first thing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是作者特别想说的一个事 所以我们这里面 它是一个要点 再者呢 他有好多同学问这个部分 就书名啊 老师要不要写 这篇文章当中书名是可以不写的 他的财分点是 the first chapter OK 他主要说的是说 OK 这个female novelist 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节 而不是说 那章节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这个点 我们如果分不清大小写的同学 这个点才就不写了 别给自己掌麻烦 OK 这个以上呢 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它的一个 对于这篇文章 female novelist 它的这个答案的要点 它的原因 也就是说 在讲原因的同时 给大家说一说 它的答题技巧 参考答案 大家可以follow一下 然后呢 我们根据答案当中呢 我们练习过后 还有别忘了 要去进行记忆逻辑的过程 按照你答案当中的一些点 简单的一些点 帮助大家记忆 或理解这篇文章 也就是说 最后我们 按照这些个记忆逻辑 这些点来去 带入模板 把这篇文章写完整 按照它的答案的形式 写完整 OK 那么我们现在 在对于SS1篇文章当中呢 已经通过教研的方式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去 按照模板 都归纳好 每篇文章的答案了 所以大家 把每篇文章 减去你的 这个相关的模板 剩下其他的答案要点 大家就 刷起题来 就不那么费劲了 OK 所以根据这篇文章来去说 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它的答题技巧和方法 然后呢 总结比方说 手句和手句中的 关键词呀 信用词语气词呀 还有一些表示 重复性的词语呀 以及最后的 表示层次逻辑 首先其次 然后最后 OK 这个是这篇文章 我们反映出来的 一些技巧的 总结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知道了 技巧和方法之后 请大家 先问要知道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在 练习的过程当中 学会应用 技巧和方法 好 那这就是我们 今天这节 这个 给大家主要说的 这篇文章 A Female Knowledge 相信大家 对于这篇文章 又有更深的了解 所以大家赶紧准备 你的这个SSC的 考试的问题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 咱们再去沟通 谢谢